像安安说这几天好热 热到快蒸发了 热的不只是在台湾 美国加州在上周末 也创下了摄氏45度的高温记录 洛杉矶的郊区森林 立刻爆发了野火 导致有数百公顷的林地被焚毁 上千人必须要撤离 这场野火是从当地的11号晚间 洛杉矶国家森林开始烧 目前烧了有400多公顷的林地 但是只有5%的火势被控制 所以当局要求 住在这附近的上千民众必须先撤离 由于近期美国有许多地区 都出现了千年一遇的旱灾 导致直批极度干燥毅燃 所以消防局警告 说今年看来将会是可怕的野火年 而怒气也在南韩延烧 这是在卡车司机 因为不满的是油价高涨发动罢工 到现在超过了一个礼拜 港口运输跟进出口的贸易大乱 汽车 钢铁石化 水泥 电池等产业 都受到了干扰 南韩政府预估罢工会造成了 1.6兆韩元 大约是12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南韩可能会成为了 引发全球新一波供应链危机的风暴中心 为了要迎接后疫情时代的旅运需求 华航宣布 7月1号开始将会以最新的客机 天天飞航 台北松山往返东京雨田的航线 随着各国入境的限制 还有简易的政策 松绑华航强化运能 规划89月会再增班 第三季客运的航班将会再增加四成 每周超过150班客运来回的航班 来满足逐渐复苏的旅游需求 而在日本的餐 日本的议员吉川丘遭到周刊爆料 带女大生去喝酒去饭店 事后还付给他4万日币 那么吉川在报道隔天出来之后 他火速申请了退出执政党自民党过准 日本媒体报道 他在自民党内是首相安田文雄 所算理的派系的明日之星 党内有人是就担心的 这件事情可能会要求影响到了选举 所以不只要求他要退党 更应该把议员的职务给辞掉 媒体团团包围执政党国会议员吉川丘 让他当场尴尬 哑口无言 吉川被媒体爆料 在5月27号与18岁女大生吃饭喝酒后 带他到饭店休息 并支付4万日币 折合台币9千元给对方 疑似干爹的行为 跟过往营造的爱家好男人形象 落差太大 曾在国会上信誓旦旦表示 绝对不能容许性犯罪 但吉川丘夜路走多 深陷逃色丑闻 他在10号申请脱离自民党获准 记者前往吉川的办公室 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只剩吉川的海报和旗帜堆在垃圾处理场 今年40岁的吉川已婚育有两名女儿 至今三度当选中议员 10年前竞选期间 更穿上女儿写满姻缘口号的外套 营造出爱家庭好爸爸的形象 而且吉川在自民党内 隶属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率领的岸田派 并被认为是岸田派的明日之星 丑闻一出 重创自民党形象 也让在野党炮火猛烈攻击 岸田对此也表示 希望吉川出面说明 由于吉川是岸田内阁 从去年10月上任以来 首度出现国会议员 因为丑闻而退党 自民党内部也有人是担心 丑闻会影响到7月的参议院大选 希望吉川赶快辞去议员职务 综合报导 美国总统拜登 为了要抑制国内飙涨的油价 打算来一趟中东行 但因为先前他说人家是下等国家 所以沙国可能不太买单 不过有消息说 还是会在7月份举行中东行 美国油价史上首次美加伦 飙破5美元 民众怨声载道 也反映了拜登直落的民调 而原先拜登意图借由 拜访中东拯救油价 但行程不但延期 去哪拜访也未敲定 目前传出拜登7月中旬将拜访以色列 和沙烏地阿拉伯 外界猜测没有定案 可能是因为拜登过去曾因 哈绍吉谋杀案 批评沙国是下等国家 过去多次呼吁大众一起谴责杀国 甚至以此赢得选战 如今说法大象征庭简直自打巴掌 连白宫官员都必须替他还家 不过面对主播提问 科比的回应显得漏洞百出 为了解决石油危机 拜登不但要去中东 鲁头报道 华府决定重启和委内瑞拉的 以油抵债计划 意图仰赖美国石油 补救欧洲能源危机 不过拜登先前才以不民主为由 拒绝邀请委内瑞拉参与美中峰会 尽管纽石报道 美国重启交换计划 是在给予美国好处 但一手拿胡萝卜 一手拿棍子的做法 引发争议 记者刘家宇报道 Henry还有王一诺 谢谢你们的问好 请你们时区在线上 加入更多人进来 来看到国际的话题 这是在乌冬的最前线 北顿内刺客 仍旧是激烈的交战中 根据最新的战况指出 俄军炸毁了所有的桥梁 完全阻断了北顿内刺客的 对外联系 而根据乌方的说法 俄军目前已经掌控了 七成的市区 而俄军紧紧咬着乌冬不放 其实是有战略的 因为他们想要沿着 已经控制的南海 几个城市 然后借此来包围首都基辅 一座座大桥硬生生被炸毁 乌冬核心战场 北顿内刺客依然激烈交战 俄军摧毁所有对外桥梁 乌克兰平民军队全都受困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也再次透过影片 呼吁西方持续军援 俄军紧咬乌冬不放 其实是有原因 半岛电视台分析 若乌冬顿巴斯地区 成功落入俄罗斯手中 加上南部城市 马利波 扎波罗热 赫尔松 奥德萨还有克里米亚 等于完全封锁黑海 势力直逼罗马尼亚 让乌克兰变成内陆国 俄军队中部首都基辅的攻击 也能卷土重来 至于俄乌到底有没有机会 弹劾北约秘书长点名乌克兰 和平需要代价 美国总统拜登先前也透露 早就多次警告过 泽伦司机普丁会开战 是泽伦司机不听 才导致今日局面 西方国家踏伐俄罗斯侵略行为 祭出一连串制裁 但根据芬兰最新调查报告指出 欧盟向俄罗斯能源出口比的 百分之六十一 费用高达五百七十亿欧元 仍是俄罗斯的最大买家 而美国政府也在暗中寻找 俄罗斯化肥出口的管道 希望压低飙升的粮价 中重迹象显示俄乌战争带来的经济冲击太大 终结战争成了西方的燃眉之急 记者蔡新成报道 我们在中间摄影棚 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可以使用的是 这一组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迷你的水神 雾化器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 我们下车的车的车的车 谢谢大家